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涨 而且股票市场也是跟着通货膨胀还是会涨上来 今年过完年过完农历年的第一天 2月17号的报告就写了 今年标准的通货膨胀年 而且到现在为止 由于疫情到现在为止 各位看一下 竟然没有停下来 结果这个通货膨胀 等一下我们要跟各位来说 钱还是很多 还是到处数不完 所以请各位留意 有些时候我真的必须要讲一个非常实在的话 跟各位讲的 请大家留意一件事情 这个疫情已经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了 除非有一天你看到全世界都归零 我想全世界都归零的话 我说句比较悲哀一点的 恐怕四年跑不掉 或者最起码三年到五年之间跑不掉 今年才第二年了 因为非洲你要归零 你告诉我什么时候 台北市现在想归零 或者说我们台湾现在想归零 现在还两百 两百附近加大概低于一百 你就算每天低二十好了 恐怕还有一两个月吧 这两个月口罩天天你还是要看到我戴在脸上 我这么跟各位讲 这个疫情正式的改变了全世界 正式的改变了生活 所以请大家留意 钱很多 第一个先从这里看啦 钱很多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政府不断不断的把钱丢进来 那拜登丢一次 川普也丢一次啊 各位看到没有 钱很多股票还在继续上涨 有钱那么就有股票会涨 就算指数不涨 股票照涨 这时候你要找到钱的重点在哪里 我很直接地说一件事情啊 假如啊 我这样讲会不会太直接了 假如各位现在甚至在菜市场做生意的 或是一楼店面做生意的 我相信你都会觉得生意不好 我相信就算昨天已经有高雄某个夜市开张了 其实也没有人敢去 我相信就算今天给你宣布解封了 注意哦 现在我们要讲单股所单的第一档股票了 就算今天给你宣布解封 我还是不会让我太太去菜市场 我还是会让很多朋友知道说 可能是身份证之号 一二三四五或者单双号去菜市场 所以这种所谓传统聚集的生意啊 已经慢慢地降下去了 反而呢 亲爱的投资朋友 那么解封最后是一点点一点点的解封嘛 那没有办法群聚你该怎么办 那这种东西会业绩大爆发 而且股价在低档 我之前呢 我说过单股所单 其实现在很多人说一万七千人怎么做了 没关系 你好好的单股所单就好了 你好好的先做好一档股票那就够了啊 这支股票让你看到之后 你就会喊这三个字叫 Oh my god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是不是告诉你说 后三期防疫生活股 后三期防疫生活股 结果呢 全市场现在又跟上黄敬哲老师 在讲这个Oh my god 亲爱的投资朋友 昨天率先攻上涨停板 今天再次攻上涨停 啪啪连续两支停板上来 两天有15%的价差 我们现在只要能够达到15%的价差 后面呢 做短线都没关系 因为是一万七千点 我们一档一档去换没有关系 亲爱的投资朋友 发生了什么事呢 各位来看一下这一间 这一间叫做绿界科技 绿界科技昨天飙到一千块 今天六七六三 这当然各位 这是新贵的股票 已经呆到一千一百十五块钱了 各位你不要说 老师绿界科技长成这样 会不会太夸张 各位看8454的富邦 每一千四百多块 这些都代表什么 代表网路购物啊 因为网路购物的话 没有所谓的人与人接触的问题 变成那个市场上的主流 Oh my God 是绿界科技最大的股东 占有三成 那这样的钱可不可以赚 这样的钱可不可以赚 注意哦 最近航运股超级强的 也许前面的追不上去了 但是不要忘记了 万海现在说 他现在不断要造船 造船不要找台船 难道自己造吗 万海自己也不会坐船啊 对不对 前两天的时候台中火车站大火 这里9% 这里13% 这里15% 而且这里15%还在发酵 这钱能不能赚 我只给你做单股所单 可不可以赚 当然可以啦 所以请各位留意哦 我以后每天早上都会跟各位来报告说 有一支很不错的股票哦 注意哦 外购的疫苗 这几天要来了 这是陈时中只为他松口了 说近期疫苗要过来了 我已经跟你讲了 所以这个行情里面 你要想办法 一档股票一档股票 先把它做好 尤其现在来讲的话 每天冲上冲下 像今天又换面板股强了 昨天航运股超强 今天换面板股强 不好意思 这样抄抄板 你一样到底在做什么 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搞不清楚 但是呢 我这么跟各位讲一件事 所有的事情跟这个疫情的关系 绝对是相当关联 第二件事情来讲的话 你要有正确的方向 铺断的股票 我还是跟你讲 6589的台康生 这次几乎是黄老师的招牌了 我现在问各位一件事啊 今天是不是 所谓的郭台铭董事长 该拿到的证件都拿到了 我们现在先不要讲什么卡不卡 根本没人卡 我就告诉你 根本没人卡 有人卡的话股价会创新高 所以跟各位讲说 至少他所有证件都拿到了 接下来呢 等于说所有的利空都出去了 接下来就看郭董事长 我很相信郭董事长 我认为台康生要拿下 所谓辉瑞疫苗 几乎可以这么说啊 郭董事长一定能够想尽办法 帮助大家好不好 那以他作为指标 甚至啊 有些股票的最大利空都过去了 我不要各位操作啊 但是只让各位看一下 有人说老师这个股票跳上跳下了 我问你一件事啊 4743的合一 当年我带你做的时候不就跳上跳下 啊这种股票本来就跳上跳下 不知道你要讲什么 每天都说啊这样子跳上跳下 就是有内线交易 我天啊 拜托各位一件事情好不好 如果你不限制交易的话 会跳上跳下吗 啊 你看以前高端疫苗没被限制交易的时候 是跳上跳下吗 不是啊 你看没有一些所谓的无聊的电视 口水节目啊 我的节目只讲两件事 第一个事情叫做技术 第二件事情叫做产业发展 所以我的节目是讲这两件事情 其他的哦 我真的不好意思讲啊 什么 蓝的对绿的有仇 绿的对蓝的有仇啊 谁对国家领导人有仇的 我跟你讲人家那种是有仇报仇 没仇练拳头的节目 在那边吐口水 我劝你都不要听 也不要去参加 也不要去看 看了只有生气 看了只有让你自己错乱 那现在我今天问一个最悲哀的问题了 大家吵着一定要赶快打疫苗 据说今天有13个长者啊 先行走了 那这个吵着打疫苗是对还是不对啊 这只有老天爷能回答你了 对不对 不打也是有麻烦 打了也是有麻烦了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等一下再说好了 等一下我再跟各位讲说 可能可以发生的建议啊 不过呢 各位注意到 连他啊 我真的不好意思讲 我做生技股的时候 我非常讨厌谢金河先生 我干脆这样告诉你 不要说什么尊敬了 你每次都讲错 我怎么尊敬你啊 拜托好不好 啊 现在他已经说 哎 台湾需要这个护国产业了 不一样了 各位看到没有 整个行情他的讲法上 已经大大大大的有所不同了 而且呢 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整体性的行情里面 有些观念 大家一定要能够真的有啊 各位注意一件事情 我今天来就干脆跟各位来解释这件事好了 很多人现在是用解盲失败这件事情呢 拿着所谓高端疫苗以前跟基亚之间 高端疫苗是基亚的子公司 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然后拿这件事情来讲 第一件事情解盲失败 大家投资失败就投资失败 你投资辉瑞一定成功吗 不会啊 这是辉瑞的股价哦 注意哦 辉瑞的股价有从五十几块钱 美金掉到十几块 那是要你老命耶 那当时他研究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药啊 失败了 结果在这个点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啊 这个心血管为什么会失败 因为会让你的心跳加速啊 结果呢 没有想到呢 变成威鹅缸 同一颗药物变成威鹅缸啊 结果呢 谷家又上去了 还拍了一部电影 这个是安海色威啊 这是安海色威啊 他是非常有名的 然后台湾那美国大明星啊 这件事情你可以去看这部电影啊 所以我说过有的时候你要投资啊 不要连知识都没有 连电影都不看 所以 好啊 以前解盲失败就解盲失败嘛 甚至解盲失败的还是两位姓陈的院士 一位最近很红 但是 各位去想想看 过去的基亚一开始本来就是要做疫苗 知道吗 我老师跟各位讲一件事 这个才是基亚真正原始的人啊 但是 这次失败并不代表说他未来不会成功啊 懂我意思了没有啊 当时的基亚因为想说 好像做癌症要不错 人家给他建议他把他去做 结果失败了 后来想想说我还是做本业就好了 所以我跟你讲 他绝对有这个能力能够做这些啊 所以很多的一些 讲了一些什么 哎 我都快听不下去了 整个一些所谓的这个行情里面 哪些啊是有问题的 我就这么跟各位说一件事 接下来他不会是重点 因为整天被骂 但是呢 要跌破这个低点 只怕也很困难 各位注意 我去拿一张了 第一张在这里 不管他第一张在这里 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 各位注意 你看 昨天这个叫最大利空了啦 每次只要一讲起来就说 哎呀基亚有问题 哎呀浩鼎有问题 结果查了半天 两个通通没问题 以前冤枉翁启会的 现在也都是说无罪确定 我认为啦 咱们不要在这边 再打五年的口水战 基本上来讲 所有的股票都是一样 你有投资 就是有成功跟失败 我们也必须要这么说啊 投资疫苗 第一个失败的不是我们啊 是国光生啊 国光生一起就失败了嘛 同样的 当时有高端国光生 还有国务院 这个还没送去 他就自己承认失败 这个也还没送去 就自己承认失败了 所以台湾不是没有审查呢 你说我今天要独厚他 其他通通让他过 你要为什么不让他过 为什么不让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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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的给你过 你也是等着被骂 这个不对的 人家真的是有审查 所以最后剩下什么 高端跟联雅 大家比较熟悉是国光生 其实他有个国务院的合成生态 你知道吗 这个是失败的 基本上来说的话 昨天已经讲到说 是不是这个审查不公平啊 我真的必须要讲一件事啊 这叫最大利空了 自己看清楚啊 自己看清楚啊 当时不是没有审查 当时不是没有 没有所谓的立法委员看过 很多立法委员全部都看过了 所以我们很多市长啊 他们是所谓医学背景的 我真的必须要讲说一件事 如果你还去质疑这件事情的话 那真的叫做曾子已经说瞎话了 对不对 像这个是不是现在认错了 蛤 哎呦 什么莫德 什么什么 台湾的预表涨那么多 辉瑞都没有涨 我说你搞清楚一点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 真的谢金河大哥 你要是不懂辉瑞的话 麻烦去看一下这部电影好不好 这样比较轻松 我不用让你今天我讲股票 你看阿海瑟威 美国最漂亮的明星 奥斯卡金像奖的主持人给你看 这一段怎么叠下来 你去看看好不好 人家莫德纳涨了十倍啊 怎么没有 所以我认为啊 升级股回归基本面就好了 所以 今天又有股票强势往上攻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跟上来 升级股有价差 我们赚价差 其他的单股所端 有价差 我们赚价差 欢迎你跟上真正的财富指挥官 马上回来 我们赚钱 请不吝点赞 打赏 订阅 我赚钱 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周拼价差 业绩股 题材股 人气股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运达头顾黄老师 九大标舞要领 专挑起掌 第一支涨停板 分担婚礼待进待出 短线保固长线 周周拼价差专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车货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货发生五人受伤或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碰撞点 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机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庸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之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冷冻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啦 最近我的节目啊 我必须要这么说一件事 那么除了当然是有些疫苗股被人家讲得乱七八糟以外 我的生意真的受到影响 不是要申请纾困了 但是呢 我不是很在 我不能说不在乎 那么甚至我的会员朋友都有很多问题来问 我只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啊 我是最早 如果说我今天 我们去掉医生 医生人家有执照我不敢讲 但是我至少是个非常厉害的投资人来说的话 我是最早告诉你什么叫做虫组蛋白 什么叫减毒病毒 什么叫核酸 什么叫极蛋白 我是最早跟各位提到说 台湾有这么多疫苗正在做的 哪些可能成功 哪些不可能成功 你看我算了还算正确吧 我是把它写在第一个 当时没有联雅嘛 所以当然联雅没有写 因为联雅它不上市啊 现在还准备要上市 23号联雅要上市 第三个写国防生计 其他这些通通没过 没错吧 我没跟你写错 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说各位 至少我在很早之前就评估了这件事情 我真的必须要讲一句最良心的话 这些为什么叫做次蛋白 各位看看我们脸上这叫什么 这叫口罩 当时如果我们台湾没有口罩的话 我们可能会跟 我现在直接跟你说啊 如果我们台湾没有口罩的话 摆明了我跟你讲 说不定现在啊什么国光生啊 什么高端什么联雅一骑就给你送上来叫你吃了 为什么 因为可能 可能就是失衡遍野啊 那因为我们在1月16号有了口罩 有了口罩 而且我们口罩是台湾全世界抢最快的 前两名 第一名是谁 应该说前三名啊 第一名可能是中国大陆啊 但是有一个抢的比我们台湾政府更快的 后来事实上有证明出来啊 去抢机器的进来有红海 这个是真实的事情 这我不是乱讲 红海来问我 你可以去看新闻 后来有证实啊 请问一下 那你相不相信 有你做决定啊 有你做决定啊 我说过 既然抢恒大或者抢口罩机 最快的是台湾政府跟红海 当然当时还有新加坡政府 还有中国大陆也跑来抢 那你说现在去做疫苗 谁比较厉害 你总想了就知道 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 说各位注意 当时因为我们有口罩 所以我们选了一个什么 选了一个比较慢的疫苗去做啊 注意哦 你现在看到AZ 你现在看到莫德纳 你现在看到辉瑞 甚至还有部分的嬌声啊 各位还记得川普啊 川普当时讲了一句话叫做speed speed什么意思 速度 神速行动 后来我们翻成这句话 当时你去看整个 包含我这本书里面所写到的 其实你所看到现在的紧急授权啊 如果没有问题还给你写紧急授权吗 当然就是因为很紧急的状况之下 他会跳过 既然紧急你一定跳过很多程序嘛 你什么时候看到火灾来了说 我一定要穿西装打领带才能够慢慢的走出来 不可能嘛 女生还穿高跟鞋化妆哦 不可能嘛 一定是随便内衣内裤穿了就冲出来嘛 可以忽略就忽略掉了 其实在二期的过程当中 很多事情是比用很快速的方式跳过去的 所以现在你看到不管辉瑞莫德纳甚至AZ 都有些不周全的地方 其实我现在讲的最实在 现在去打的还是在试验当中的产品 因为它不是正式产品 你什么时候听过我们的感冒要紧急授权啊 你什么时候听过流感要紧急授权啊 那就表示说打下去之后呢 这就要讲的很辛苦你知道 打下去之后可能也不见得 不见得说都没有事 今天走了十几个长者 我相信心里头也很难过 不打勒 可能要走的人更多 变得是这样 两害相权取其亲啊 但是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看到没有 Romavex为什么速度这么慢 因为第一个它是赤蛋白 现在你知道赤蛋白做的最慢了 现在你知道说赤蛋白做的最慢 第一期第二期全部做完 它当然还有能力做到第三期 懂我意思了没有 它们光在左季上面的一个时间点 像高端就说我光选一个左季 就选了三个月 选来配配看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配了三个月 这三个月 其实你在辉瑞莫德纳上面 是直接跳过去的 这个事情我去的五月份 就讲给你听了 我说各位看一下 来注意 这段时间为什么都一直在整理 因为它一直在选左季 知道吗 左季是干什么 降低副作用 增低 增加你的疫苗的效力的 所以第一次研究完了之后 对不起 它因为后面 它现在也还正在做嘛 做第二阶段嘛 所以它现在走的其实是 刚才我们提到的高端的这一段 高端先走出来了 它选好了左季 选了Dynastic的 里面的左季之后 啪的鼓下上去嘛 所以你没有想过一件事 虽然走到现在才二期 至少它把这些东西全部走完 在莫德纳里面这一段是找不到的 我就直接告诉你 所以我认为反正呢 前面这个190.5的低点 你自己看看 大概最大的利空已经过去了 OK 那我们也这么告诉你说 亲爱的投资朋友 好 你就当我最后一次操作好了 106块钱 45块就不跟你算了 106块钱是在2月4号的地方嘛 我也不怕你各位来考验 那后面来讲的话 它怎么去发展 我就帮你追踪就好了 基本上来讲 因为你说好了 涨上跳上跳下 那这个就没有跳上跳下 我已经跟你讲了 44块6就进去了 整整涨了四倍 所以很多朋友我真的不晓得 你来参加我们到底 你来看投顾到底干嘛 老师我今天就要涨停板 老师我昨天就要涨停板 结果呢 我隔壁老师每天涨停板 去了都不是这回事 你看台康生我讲了多久 我真的必须要讲 你44块6到现在为止 别人在卖房子你在买房子 别人在卖车你在买车 我说台康生上去之后 没关系你慢来的 都还有股票可以做啊 帮台康生装充田的在哪里 在这里啊 没错吧 而且我现在都已经跟你讲了 接下来是不是 你看还要送执照的 还有呢 现在是不是开始进入什么 鼻腔快腮 我现在不能把口罩拿下来 是不是进入鼻腔快腮的时候来了 你看一下这个人 这个应该是拿另外一张 没关系 都一样 鼻腔快腮就来了 跟各位讲说各位啊 台湾聪明的人很多啊 前一段时间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这个人最聪明 你说我要捐这个疫苗 我说实话一点 你捐个50万剂的话 就跟佛光山一样多了 如果有一天 我跟黄敬哲捐出来的这个钱啊 跟佛光山一样多啊 那我就是佛祖二号了 你知不知道 他捐五百万剂 好像也不用这么拼老命吧 但是呢 我相信这五百万剂里面 应该有一部分是要展示我 郭台铭台康生的实力 你要不要跟我做生意 上海复兴你看 买了这么多 其实他卖不掉 他要亏钱了 我郭台铭就是有办法 我郭台铭就是有办法 帮你做苹果 我郭台铭就是有办法 帮你做所谓的生计代工啊 我认为这个是蛮明显的 各位来想想看啊 如果说今天啊 我们不是要这样讲好了 今天题目是 吴宗宪代言快塞计 我认为这个销售量不会太好 但是就像亚诺法 就像那个宝林一样 第一个就像郭台铭一样 我先捐嘛 捐到后面 你看这个图片是干嘛的 但吴宗宪天天在快塞的事情 不用买广告费就知道了 因为这次新闻就出来了 所以将来的快塞会不会好 由你来做决定 我认为从吴宗宪的动作上面来说的话 可以看得出来 接下来呢 我说句比较实在话一点 吴宗宪的平台 应该会准备卖快塞 所以将来快塞呢 也是各位还有机会 可以发挥到的一个地方 好不好 那么今天晚上 我还要去股市现场 所以我很直接的跟各位报告说 还好啦 台湾呢很多人还是愿意 去知道这个事情的一个真相 另外今天就是跟各位提到了 来 你说老师那你讲这么多 我来了做什么呢 做这档 你来做股票只能做一件事 第一个一定要低档 第二个第一档一定要出量 第二个一定要近期 注意哦 很多人都说 我参加一个老师的会员 结果半年都股票都涨不起来 还跟我讲基本面很好 我也是跟你讲基本面很好啊 他把这起司机下而已 也是不好 我跟你讲 这是近期的 所以一进来的时候 就上去了 注意哦 外购疫苗来了 外购疫苗来了 这个我们仍然是用单股的方式来做 一万七千年你不用怕 老师只要用单股 一档一档帮你赚 甚至有波段赚波段 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赚 没波段一档一档去赚 抓住这个时间点最热情的股票 然后最大利好已经过去了 想办法跟上基本面 那就对了 欢迎各位 想尽办法跟上这一档 外购疫苗来了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指挥官带领您 就能够走出这一团迷雾 继续争取获利 咱们明天见 本国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市场唯一 生技加科技专家 流水理论超越市场 趋势大师黄老师 当冲正中 时间密码 当冲加波段 双向获利 刷三线 零二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周周请努力 周周拼价差 业绩股 题材股 人气股 掌停掌停 再掌停 运达头顾黄老师 九大标五要领 专挑起掌 第一支掌停板 分担婚礼 待进待出 短线保固长线 周周拼价差专线 零二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停水时记得关闭抽水码呢 以免空转 除水容器 记得加盖 但不要放超过三天喔 洗澡加快速度 减少用量 妹妹 欢迎咯 洗澡水也可以再利用喔 要洗的东西 尽量集中一次洗 饮用水记得煮备 注意卫生 喝多少就装多少 珍惜每一滴水 养成节水习惯 我们一起 整个一点 网友网就没点